摩雪旺啊是川菜里面我最喜欢吃的菜之一了 今天呢咱们来一个家庭碗的 咱们把那个摆回来的牛柏叶稍微洗一洗之后呢 给它切成大块 然后再来一点午餐肉 午餐肉呢给它改成这种三角刀 压血啊咱们买稍微好一点的 然后还可以加点肥肠啊之类的东西 蔬菜呢就加自己喜欢吃的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大豆菜金生菇还有豆芽 咱们嚼一点干辣椒段 再来点麻椒 锅里有少许的底油 葱姜蒜咱们爆香 然后呢来一块火锅底料 这个底料呢给它充分的炒化了之后啊 再来半勺的酱油 咱给它烹一下 然后水呢多来一点 下面呢咱们调个味儿 来点盐和味精 然后来点老抽啊上上颜色 白糖呢你烧来一点提提鲜 稍微给它煮个两三分钟之后呢 把料渣给它打出来 把菜呢下入锅中 两分钟之后啊炖生了 咱们就可以捞出来垫大碗底 鸭血跟午餐肉呢 咱们先倒入锅中 给它煮两分钟以上 咱给它捞出来啊 百叶下锅只需要煮30秒就可以了 煮时间长的话 这碗还说是没了 鸭血午餐肉和毛肚啊 咱们适当的摆个形 辣椒麻椒蒜末 葱花肠呢 咱们给它散在上面 汤的量和食材一瓶就可以 最后呢最灵魂的一步啊 就是吃这个热油 油的温度稍微高一些 把配料的香味呢都激发出来 这个毛血旺呢就完成了 每天分享家常菜 喜欢的点关注呗 咱们明天见